从下午到晚上,马荣已经连发九条微博爆料网宝墙,不仅没有成功发出网宝墙的大料,网友还被马荣的爆料逗笑了。 他到底要说啥,网友看不懂但是很关心,着急的问马荣,结果时隔十分钟左右,马荣回复了这个网友,你有可能跟王宝墙睡过,网友瞬间上锅了,说自己就说自己,怎么还攻击人家小姑娘呢? 顺带伤害王宝墙,其他的两网友依旧看不懂,评论区里问马荣,那又怎样?重点是你出轨没出轨吗? 没想到,马荣回应,说自己没出轨,没有出轨,马荣否认出轨后,网友的评论也全是亮点。 网友继续问这图片是想告诉我们,王宝墙说他借钱脚背,是故意半可怜,博取大众同情。 其实这家伙很有钱,马荣又回复,不是很有钱,是非常有钱,之后还不断地回复网友,付完律师贝的余额你看不见,没文化看不懂。 吃,东西还需要别人交罪了兔给你,二十万,王宝墙没有吗?需要借。 话重点,律师贝付完还有多少钱?说话带上脑子,网友齐刷刷地表示,话重点,我只能看出来,陈思腾是个不错的兄弟。